这是猪八戒最近很火的AD变态出装 都说这一套出装又肉又有伤害 肉的不属给纯肉出装 听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些不相信了 我就怀疑纯肉出装怎么可能没有AD出装肉呢 你要说AD出装伤害高那我不反驳 但是要在谁血量后的情况下做出比较 我肯定会选择纯肉出装的 所以为了解开我的疑惑 我就设置好了这一套出装和名玩 直接就来到了线上 这把队线吕布先抢个二级 N7猪八戒对谁都可以硬杀 吕布也不例外 直接抢兵线升二级 这个清理兵线的速度是比其他的竹章要快的 所以经济也会起的快一点 一直清理兵线清理到了两分钟 对面的吕布那是非常的猥琐 生怕我把他给赶了 躲在防御塔里面根本就不敢出来 打他只有越塔消耗他一波 这时候他从塔里出来 那么好机会来了 我已经有了大招 大招直接绷住他 这时候你想跑 没有可能了 关门打狗了 一技能直接残跳过去 两个普通攻击弄死 前期这套名玩还是不错的 伤害高 清理兵线快 攒钱就快 发育就快 至于出装 我们还得看后期啊 时间来到了五分钟 我终于把上路的二塔给他推了 这时候牛魔就过来帮忙了 一过来就顶着我一下 这是有多大的脾气啊 这时候我给他两巴掌 一个二技能 他的半血就没了 然后我现在普通攻击 你看看这个攻速 还有这个暴击 几乎每一下普通攻击都是暴击 把牛魔弄死之后 我又看见了我师父 直接撞墙把他弄死 这一波我们拿了一个二连击破 我的天哪 这伤害确实不是我认识的嘟嘟啊 吕布和蓝联王过来 我直接分割战场 然后一技能把他拉回来 然后越他两个普通攻击 又弄死了蓝联王 这一波爽啊 牛波一 时间来到了六分钟 我与师父正在上路嬉戏 但是突然来了个老牛 第三者插足 我两下把老牛打成残血 于是我就去追我的人头 这时候 我发现对面的人员全来了 赶紧逮着这个残血 先把他弄死 接着一个弹跳 来到师父的面前 几巴掌下去 他又免伤 那我们推而求其次 三四个普通攻击之后 我的天哪 这个暴击是真的爽 后面吕布也是三四个普通攻击 我的天哪 这个暴击 这个攻速 直接三连决胜 七分钟八杠一的战绩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这一波团战下来 我竟然没有损失多少的血量 按这个来计算的话 这套出装确实也很弱 时间又来到了八分钟八十八秒 我清理完一个大鸟 看见老牛正在释放大招 弹跳过去 两个普通攻击弄死 接着又遇见被崩飞的蓝陵王 两个普通攻击弄死 看见射手 大招直接崩塌路 又看见了师父 几个普通攻击 下去我发现他身上不疼 那么只好跃塔把他弄死 这时候我的天哪 我们又一次三连决胜 后面吕布也跑了过来 直接壁咚上墙 弹跳 几个普通攻击 我上去四连超凡 我的天哪 这一波 这伤害 后面我又回到了中路 又看见射手 安飞 两个普通攻击 他直接残血 最后一个天下无双 我的天哪 看见师父 两三个普通攻击 大招封路 弹跳 又一个普通攻击 二连击波 兄弟们哪 这一套橱窗是真的强 最后我又回到了上路 看见你满血的吕布 我那是二话没说 又是一个壁东上墙 两三下普通攻击 我的血量满了 他没了 我的天哪 这一套橱窗 确实肉 确实伤害高啊 兄弟们 大家可以去试试了